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是这一副塔罗牌 不是连罗曼 因为我刚才一边在讲的时候 一边在想说要拿什么东西给你们选择 所以有一点点就是心不在焉 好 那我现在稳定下来了 OK 我们今天呢 这边前面有四组牌 来看一下未来翘雪天的爱情运工作运 还有财运的地方 那么我们会用找四个牌 好 我们来用四组牌来看 第一组我们用这一个 这一个Pokemon的牌来选 第二个是这一个 第三个是这个 OK 来看一下你们想要选择哪一副牌 好 如果选好了的话 我们时间轴会选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这个Message box的地方 以及时间轴上面就会有时间的部分 然后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就可以暂停影片哦 然后呢 我的Aviv podcast OK Aviv podcast 今天晚上十点半会上 OK 晚上十点半是我们美国的时间啦 OK 如果是亚洲时间的话 就是看你在哪一个地方 是一点半或两点半的时间 台湾的话就是两点半会上哦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几个 推荐几个韩剧 其实主要推荐黑暗荣耀啦 但是也会讲一些其他的剧哦 然后还有我们之后会聊 星座的部分 我们会讲每一个人都有三个星盘 嗯 有没有很神奇呢 如果想要知道是怎么一个回事的话 可以去听我今天的Podcast哦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现在就从第一组牌来看 OK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一个 这一组牌的话 我们来看未来七到十天爱情运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的呢 未来七到十天爱情运 通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是顺时间转 顺时中转 所以 Ace of Cups 未来七到十天爱情运 很棒耶 Nice 未来七到十天爱情运是Ace of Cups哦 圣杯一 可能会有人告白 OK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去告白的话 也非常适合你去告白哦 单身的朋友 你可以告白或有人会向你告白 然后如果是暧昧的话 一样哦 非常有那种进一阶的可能性 新开始 他跟你告白或你跟你告白 然后如果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就是那种满满的爱 爱要溢出来的那种感觉哦 OK 非常的peace 上面还有这个鸽子有没有 然后最后是这个分手锻联的群组哦 我觉得抽到这一张哦 复合是有希望的哦 如果你们之前有交往过的话 复合是有希望的 如果之前就是有这种暧昧啦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复联这个部分 因为是Ace 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OK 好 但是他毕竟不是 说话的牌哦 所以就是真的是要还蛮喜欢的 因为看到没有 这是要爱 要溢出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复联有希望 但是前提是 之前是真的还蛮喜欢的那一种 OK 但是如果曾经有交往过的话 分手的那一种 我觉得复合 未来翘10天是有希望的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翘10天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 未来翘10天工作运的部分 OK 成长八 工作运的部分有好消息哦 而且是很快的会有好消息 或者是说未来7到10天 工作上面的有会有一些变动啦 会有一些 嗯 异动啦 会非常的快速哦 或者就是 所以如果你要跟得上 就是要跟得上别人 或者是跟得上 嗯 一些动作啦一些节奏啦等等 所以如果你是动作比较慢的话 这个就是要动作快 OK 要不然你有可能就是被落下了 或者人家会觉得 哎你怎么搞的 有没有 所以全长八就是会有很快速的 动向 或者是 嗯 嗯 我们刚才说的 可能有有好消息的出现哦 会听到一些好消息 或者是 很多的东西 事情啊 会 会 会 move的很快 会动的很快 好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未来7到10天找工作的话 呃 我觉得也是 有好消息 或者是 嗯 就是 蛮快的 会听到一些好消息 会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 OK 会有很快的 这种 动作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呃 学生的话呢 OK 也同样的有好消息 如果你是正在等好消息的话 那如果你是在 想说读书方面 OK 读书方面的话 那么 嗯 嗯 我觉得 你的 要不就是你的脑筋 要动得很快 OK 要不然你就是要去找 如果你 你比较是那种 比较slow的 因为这有可能就是你知道 所有的学习都会 都会非常快速的进到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章节 或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 学习需要 嗯 花一些时间 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吸收啊 或什么的话 你可能需要先做一些复习 这样你上课的时候 才能够吸收的多 或者是 你可能需要找那种 就是 学习能力还蛮快的那种 然后请他们来帮助你了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未来7到10天的财运的部分 未来7到10天财运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的 未来7到10天 too many parts 财运的部分 金币10逆位哦 OK 金币10逆位 因为我刚刚讲了 我都是顺时钟的 金币10逆位的话 金币10逆位 未来7到10天刚好是在讲财运的部分哦 所以有一些是那一种你要重新再去思考一些事情 OK 重新再去思考 可能你的钱要重新分配啦 你如果有投资的话 你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你投资的方向对不对啦 或者是投资的方式对不对啦 或投资的标的物对不对啦 这个有一点就是回到上一个阶段的那种感觉 所以需要重新再去思考一下 财运并没有什么说不好的部分 但是可能就是会有一点delay 比如说如果你正在等待钱要进来的话 delay OK 不是没有钱 但是就是啊 现在可能手头会有一点紧 因为会有一点 可能会有一点那种周转 现在要正是那种周转期的那种感觉 因为就是这个 金币10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我不晓得我刚刚有没有讲过 但如果大家对卡欧牌熟悉的话 金币10通常讲的就是一个 非常富足的部分嘛 但是所以 我觉得你们财运是 不是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些 比如说钱要进来啦 人家要给你钱啦 或者是要周转啦 这些可能会在未来翘10天 有一点点delay的 所以你们 可能需要有一个backup plan 或者是说可能需要想一下 就是 有一个 我们刚刚讲backup plan 或者是一个plan b 或者你要有一小部分的钱 或者有一些人可以帮你 就是度过这样子 未来7要10天的这样子一小段时间 因为之后钱就会进来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破财的话倒是还好 就是有一点点 周转上面有一点点小困难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投资啊 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要买的话 会建议你就是三思 OK 三思叫你们slow down 想一下 好不好 好哦 未来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好 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 OK 二号牌组是这个 我们先来看爱情的部分哦 爱情的部分 这牌为什么一直飞 OK 爱情的部分 再来看时间二号牌组 爱情的部分 OK 爱情的部分是这个 Page of Pentacles的一个逆位 嗯 它其实飞出来是这样的 然后我通常翻开来的牌 我都会是 嗯 就怎么讲 顺时间 顺时钟方向 念 读 OK 所以这个Page of Pentacles 是这个金币试者的逆位 逆位没有不好 只是呢 Page of Pentacles 通常会讲的是 可能 就是任何的Page 有一种那种 告白啦 或拿Offer的这个部分 所以未来超时天 爱情的部分 逆位代表 可能会有一点延迟 可能会有一点Delay 或者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金币牌 通常讲的是 给你一些实质上面的 一些回馈啦 或者是 给你实质上面的一些 让你可以感受到的 那一些东西 所以逆位的话 可能就是 对方 第一个 有可能他是暗恋你 OK 或者是 有爱说不出口 那一种感觉 所以如果 尤其如果你是 未来七条时间 是单身的话 有可能有人在暗恋你 然后不敢讲 不敢跟你说 或者是 你可能暗恋别人 你现在有点不敢讲 不敢说 或者是说 如果你想要知道 是不是适合主动的话 如果逆位 我可能会建议 先不要主动 可能要再观察一下 或什么样子 可能会比较好 那么 或者是 这边我们讲的 实质上面的 也有可能 有一些人就是 嘴巴上面说 说跟你告白 然后我好喜欢你 可是并没有什么 实质上面的动作 所以你就会想说 到底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 好像就是只是 打打嘴炮的 那一种感觉 所以你就会 对方可能没有 那么的有诚意 这样子 好 那么如果你现在 是正在 暧昧阶段的话 也是 还是我觉得 出现这张逆位的话 可能会维持 暧昧的状态 OK 未来七到十天 暧昧的状态 可能会维持 那么 如果 你现在是 这个稳定交往的话 OK 稳定交往的 未来七到十天 因为是 Page of Pentacles 所以还是算是 OK的 只是我们刚才讲的 可能 你会觉得 好像对方 是不是没有 真的那么 实质的 关心你 喜欢你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可能口头上面 想说 想你哦 爱你哦 这一种的 那也许跟你心里面的 会有一些误差 就是 我想要看到 一些实质上面的 你会想要收到 一些礼物啦 想要一点 你帮我做一些 什么事情啦 可是对方可能会 就是没有办法 只是讲一讲 但是他的那个 给你的Promise 就是没有办法 Fulfill 就是 不能够 怎么讲 Fulfill是 就是不能够 就是他给你承诺 但他又做不到的 那一种感觉 未来七到十天 你就会觉得 很多希望 有点落空了 OK 那我会建议 其实可以 好好的讲出来 因为是一个 是Pinnacle 金币牌图像的星座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 那个气啊 就会比较闷着 不讲 如果你真的 会有点不开心的话 我觉得要 好好的沟通 好好的讲出来 可能会比较好哦 好 未来翘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分手锻炼的状态的话 未来翘十天 有没有机会 可以复合复联呢 出现这张牌的话 复合复联的几率 其实都会比较低哦 所以或者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应该主动去 要求复合复复联 不太建议 OK 未来翘十天 不是一个好时机 所以再等等看咯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 未来翘十天 是保健时 你会 第一个保健时 大家会觉得 满背插刀 好可怕哦 OK 当然 有可能是 的确会有一些 你会觉得 有点背叛的状态 或什么的 可是这个有点是 你已经处于 在背叛的状态了 不是说 这个礼拜才发生 这个是你 现在有可能 就是 感觉到 或者是 已经有发生 有一些小人 在背后 重伤你啦 或者是伤害你啦 但是哦 因为这个是 一个十号牌 很快 未来七到十天 你会开始 看到曙光了 OK 你会开始 看到曙光 那如果你说 我好像没有 我好像没有 这个 就是什么 小人重伤啊 或什么的话 那未来七到十天 就是 比较那种 辛苦的状态 OK 比较辛苦的状态 会开始 可以看到一些曙光 也有可能 因为保健牌 通常讲的 比较是跟 沟通还有思考 所以也有可能 在工作上面 也许会有一些 沟通 沟通不良啦 或者是 你跟上司啦 跟同事啦 来沟通不良 或者是这个 思考的逻辑 跟方式 有点不太一样 那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们 可以慢慢慢慢 找到一些 双方可以接受的 方式 或方法 去 去做 OK 甚至跟客户 都算 OK 所以你们可能会 慢慢的开始 能够 就是看到曙光了 OK 可以看到曙光了 一线生机 因为十号牌 通常也是讲的是 一个一号牌 所以有一些 最黑暗的过去 最黑 不是最黑暗的过去 最黑暗的时刻 已经 要慢慢慢慢过去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会越来越好 在工作上面 那如果你现在 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这个也是 同样的这种 就是你之前会觉得 怎么找不到 然后你可能 甚至有点忧郁 脑袋里面 就是一直不停的 在想说 怎么搞 压力有一点大 等等 或者有一些阻碍 有些人事物 给你的一些阻碍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会看到 有一丝曙光 而且也许你会开始 听到一些回音 或者开始重新恢复 一些这种联络 就是 有人可以回复你 什么的 或你如果在等待一些 回复的话 也许会看到一些 这种回复回音的部分 所以 我觉得是有机会 找到工作的 也许不是这个礼拜 但也许就是 你会开始 开始联络 或者是 工作 就是这种 什么interview的机会 面试的机会 或者是开始 有一些公司 开始要找人 应征 真人的这个工作 机会会变多 所以你们可以把握一下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还是学生的话 未来翘十天 也是这一种 脑袋一片 降糊 然后怎么样都听不懂 沟通上面有一些 就是 问题啦 或者有一些状况啦 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或者人际上面 人际关系 可能有人重伤你啦 伤害你啦 或者不想跟你玩啦 什么这种的 把你避开 避在门外啊 whatever OK 这些比较不好的 一些状态 我觉得会开始 慢慢的看烧一些 曙光哦 最黑暗的时刻 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开始脑袋会 混沌的状态 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楚 所以还蛮适合 慢慢开始 诶 念的书啊 学习的东西 慢慢能够吸收哦 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财运的部分 外来翘十天 财运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的呢 财运的部分 是这一张 chariot OK 战车牌的逆位 大牌第一个 大牌的话 能量是比较强 然后他逆位的话 表示 未来敲十天 会有 也是一种 没有办法 往前的状态 chariot 通常讲的是战车 当然他还讲的是 意志力 靠着你的意志力 一直往前进 他的动作 不会那么的快 因为通常 战车牌 他的这两个是石头 他是石头 做车子 所以 而且他也是在 这种resting 在那种 就是休息的状态 所以他也不是在 往前走的 如果往前走的话 他也是非常缓慢的 战车 即使是正位的话 那逆位的话 他就是更是 也许是一种 比较停滞的状态 并不表示 他不往前走 只是你的 财运的部分 在未来七到十天 有一点卡 有一点没有往前走 然后甚至你会觉得 有一点心灰意冷啦 意志力的部分 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啦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知道 我钱真的是 就是手头有点紧啦 等等的周转 有一点不太OK啦 其实跟一号牌族 有一点像 这种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要有勇气 还是要相信 OK 未来 这个状态 只是未来七要先 I take that back 因为是大牌 可能时间会拉的长一点点 OK 所以 第一个 我觉得 你不是没有钱 OK 你不是没有钱 可是我觉得 为了让你能够 比较多的安全感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 有一个plan B 或者是 在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要节俭一点 开源节流一点 OK 开源节流一点 如果有什么 想要冲动 或者想要购买的一些东西啦 或者是 有一些东西是 非要 就算是非要买的东西 不可 你也可能需要 排一下优先顺序 如果不是 非要在这两三个礼拜之内 去添加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就是先 写在你的list上面 来写一个购物清单之类的 然后思考一下 到底是不是一个 值得的东西 然后你再去做 那如果是投资啊 来投资方面 或者是如果你的投资 想要去做任何的一些 更动啊 或变更的话 我会建议你们可能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然后先 我会觉得先暂时 不要做太大的异动 因为有可能 未来小时天 可能更长 OK 可能更长 会有一些 一些变动 所以现在可能 比较适合的方式是 以不变 应万变的一种感 感觉 OK 不变 应万变 所以如果你想要开始去投资 我觉得先不要 然后如果你已经有投资了 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也暂时先观察 可能会更好一些哦 好哦 那这个就是给 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 三号牌组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的爱情影 先看爱情影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三号牌组的爱情影 一定是怎么一个回数 三号牌组 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影 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影 全账六耶 very nice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选择三号牌组的话 你们的感情会有一个公开的状态 或者是从地下情变成 可以让大家知道的 OK 的状态 所以 那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我觉得在未来七到十天 你还蛮耀眼的 你很容易被注意到 OK 你很容易被注意到 大家会发现 Amy 你是 你单身啊 会把很多的目光跟焦点 放在你的身上 所以 我觉得你会蛮有机会 脱单 的原因是因为 开始有人会注意到你 OK 开始有人会注意到你 尤其是未来七到十天 你非常的耀眼 非常的有魅力 所以我会建议你 记得要打扮 OK 记得要打扮 然后多出去 social 不建议一定要social 就算你是说 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没有关系 那你就是多出去走走 不要一直坐在家里面 除了上班的地方以后 上班完了以后 可以去 mall里面走走啦 来去逛个街啦 如果你平常都是坐车的话 那你是不是 今天可以 慢慢的走回家啦 或走一小段路 不要马上就上公车 或者就是做一些 你平常跟你平常 不太一样的事情 OK 让你可以多一些机会 可以卸购别的人 因为你们是 蛮容易聚焦的 在未来七到十天 好 那如果你现在是 暧昧的状态 就是恭喜你们 这一张牌 非常的好 有那一种 地下情转为 明亮公开的状态 所以暧昧的状态 会有明朗化哦 OK 暧昧的状态 会明朗化 那这个明朗化 我会觉得 大部分的 OK 选到三号白组 应该是会 比较好的 是往好的方向走 right 是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也有可能 这个是因为 是讲的是公开明朗化 也有可能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 不OK 或者这个人 会开始 reveal说 他到底对你 是不是有 想要更进一步的 还是他只是 弯弯而已 所以总而言之 你会开始 发现一些事情 OK 有一些东西会明朗化 好 那么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是正在 稳定交往的话 我觉得未来这个 你们就是一个 放闪的一对 couple啊 如果你们 现在是有一些 不开心啦 口角啦 或者是 就是不太 OK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你们 也会蛮受 别人的注目的 right 就是别人 会说 你跟他怎么样啊 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 还蛮多人会 很关心你的 恋情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们是 我就是真的是 很好 很爱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嗯 大家 你就是那种 放闪一组 你们应该就是 还蛮 就好爱啊 然后就一直 很想要跟 秀给别人看啊 很蛮高调的那一种 所以 要给你建议的话 当然 高调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开心的时候 跟人家share 当然很好啊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 我啦 这是我个人啊 我只是不是 那么喜欢 那么高调的 因为我总觉得 好像会有 something bad 但是那是我个人 你们就高调吧 OK 未来七到十天 就七到十天 高调一下 也无所谓 对不对 不要长长就好 因为常常我觉得会 嗯 你知道 让人家嫉妒 跟眼红 那种 negative energy 一直 吸引过来 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的 好 那么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们是 分手断联的群组的话 抽到这张牌 有没有机会 复合复联呢 well 我觉得抽到这一组 他虽然是说 success啦 或者是怎么样子 leadership 可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又公开化的意思 所以 到底能不能复合 跟复联 我觉得在未来 七到十天 你会非常的明显的 感受到 可以还是不可以 所以在 因为是大众占卜 我就不 我就leave it 就是 会是明朗化的状态 所以你会 非常的清楚的 知道 对方 还是对你很有爱 很想跟你复联 或者是复合 或者是你可以感觉到 对方就是 没有兴趣 不想要跟你再复联 或复合了 之类的 我觉得是可以 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段感情是 真的到了终点呢 还是 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OK 好 未来先到十天 如果你们是这个 就是 工作运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的呢 未来先到十天 工作运的部分 very nice 工作运的部分 是这个 金币酒 非常自给自足 而且 我觉得未来 下十天 如果你们 可以的话 自己先把自己的部分 做好 因为我觉得 不要太去 过于依赖别人 我觉得你可以 把工作做得更好 然后 以及更快速的 把很多事情解决 那 因为这是一个 就是 自己很开心的 这个状态 而且 这一张牌 我觉得 在工作上面 有一点就是那种 靠人人导的那种 靠自己最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 这个东西要依赖别人 或什么的 我觉得 预期等待他们 你还不如先自己 把它做好了 自己先 如果你可以自己 做好的话 先把它做到 你自己能做到的程度 我觉得成功率 会比较大 你要等到别人的话 可能就要等到天荒地老 的那种感觉 OK 那么如果你现在 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未来七号十天 我觉得金币酒 也是一种 我觉得你可以 试试看 未来七号十天 当然 你还是可以 继续去找工作啦 投地旅 投履历啦 等等的 但是这张牌 我会建议 也许你要不要考虑 有什么东西 是你现在 自己可以做的 OK maybe一个side job 你继续 还是找工作 可是 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可以 不需要靠别人 你可以马上 就可以上手 然后马上就可以做的 一些事情 Right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有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 有点像是 自己当 自己当自己的boss 的那一种感觉 但是钱没有 不见得会马上 可以进来 但是这张 是比较靠自己的 一个的话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履历啊 或什么 你照样投地 但是你可以 在旁边 开始做一些 就是有点斜杠的感觉 OK 有点斜杠的感觉 有怎么样子 是 你不用靠别人 自己就可以开始的 OK 的一些活 Right 让你可以 多一份 income进来 好哦 那么未来超10天 你 如果是学生的话 未来超10天 你们的 就是学业的部分 是怎么样呢 这张牌啊 我觉得 你如果可以的话 自修 OK 自习 如果你是想要 靠别人啦 或者是觉得 哦 我可能是不是要补习啦 是不是要什么什么 那种 我觉得 嗯呀 maybe有帮助 但是最后东西 都还是要靠自己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 自己要努力 Right 当然本来每一件事情 都是前提 都是自己要努力 但出现这张牌 我会更emphasize 更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自己要先努力 OK 那如果你等待一些消息的话 金币酒 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你之前真的很努力 然后你是有 好好的去耕耘啊 什么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会有好消息 对哟 OK 好 未来超10天 你们的财运呢 未来超10天 财运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的 雷3号牌柱 外七到十天 OK 财运 Queen of Cups 逆位 未来超10天 Queen of Cups 不要听自己的直觉 是我第一个的message OK Queen of Cups 讲的是一个比较 你的那种直觉能力还不错啦 很有灵感啦 但是因为逆位 所以有可能你的直觉会出错 所以 如果你要去投资啊 或什么的话 我不能说 你一定要做你直觉的反的 但是就是你的直觉 可能你要抱持一点点 怀疑的成分在里面 直觉可能未来超10天 会有一些出错的状态 那么 Queen of Cups 还有 通常 圣杯皇后 她的情绪也是还蛮稳定的 所以未来超10天 也有可能你的情绪会去影响 你的一些财务上面的决策或决定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也要比较 注意一下就是你要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不是很稳定的 OK 是不是很稳定的 嗯 不过也很有趣的是 逆位的圣杯皇后看的是未来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为未来去多plan一点 OK 去思考一下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啦 或什么的 所以不要只是专注眼前的利益 OK不要专注只是眼前的利益 可能要思考一些些未来的东西 Queen of Cups 抽到圣杯牌通常跟财运的话 我不能说不好 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情绪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情绪可能会去影响一些你的财务上面的一些决定啊 或决策 会不会有破财啊或什么的话 也许你的情绪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就是大起大落 你就会很想要花钱啊或什么的 你的财务会跟着你的情绪大起大落 有一点这样 所以也是要比较注意一些咯 OK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未来乔石天 直觉的话可能不要太相信直觉 可能要去更去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一些功课啦 去研究一些一些东西啦 不要只是听从别人说 或者是那一种 别人友情的压力啊或什么的 就说OKOK好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就这样做了 No no no理性一点好不好 未来乔石天参与的部分 请你理性一点 你才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些决定 在你的财务上面 那投资啊或什么的话 我会因为出现这个牌 然后又逆位 我会建议你们先 未来乔石天也是 最好不要去投资啦 或者是对投资的标的物或项目 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动 可能等一等 等情绪稳定一些 OK 或者是你收集的资料更多一些 再说 或者是如果你身边是有很理性的 很懂的 他真的做了很多功课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让他可能带着你走啊 或者是怎么样子 嗯 right 这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小建议咯 那你们参考看看 那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解牌 双队里面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运 是哪一个斐势里 七到十天的爱情运 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运 四号牌组七到十天 哦 nice ace of pentacles 这张牌也有 这张牌是因为所有的牌是这样 它是这样 所以这张牌我有这个 两张牌 恋情公开化 以及有人想要给你承诺或告白 所以如果是单身的朋友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听一下三号牌组的恋爱的部分 因为我有讲这个权杖六的东西 那但是四号牌组你们有加码 ace of pentacles 这是主要的牌 有人会告白 有人会想要跟你以结婚为前提啦 或者是对方是条件非常好的的一个对象 跟你告白 想要跟你交往啦 想要跟你真的是稳定的 不是玩玩的这样子的交往 因为你知道现代人 有些人不见得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 但是他是不是玩玩的 他是真的很认真的 我觉得是有 而且你非常的有魅力 你要相信自己 OK 你现在是所有的聚光点都在你的身上 未来七到十天 不要待在家里面 请多出去 请做一些你平常可能不太做的事情 就是我所谓的不太做的事情 不是要叫你去做一些很crazy 我只是说 比如说你平常 就是公司回家 公司回家 说不定今天你可以走一个不同的路啦 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啦 或者是说你平常 一出公司或一上一出家门 就是马上就上车走了 是不是今天走一小段路以后再去上车 或者是我们刚才说 就三号牌组我有讲过 就是可以去梦里面走走啦 上上多上街啦 多跟朋友聚聚啦等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单身朋友非常适合就是 尤其这个这个的话 比三号牌组更有脱单的可能性 更高更高 而且对方真的条件还不错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是暧昧的状态的话 这个也是恭喜你们哦 会有公开的 而且这个跟三号牌组也不太一样 刚刚我们只是说公开 三号牌组是公开明朗化 但是他公开明朗化 有可能是 你就发现对方不是想要认真 跟你交往的或什么 可是我觉得四号牌组 公开明朗化 对方想要跟你认真的交往 OK 对方想要跟你认真的交往 而且会有一个很好的告白 或者是你 你本来不是想要那个什么 所以你想要认真的交往 公开这段恋情等等 所以这是有恋情公开化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走哦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也是一种稳稳的 然后想要更进下一步的 然后你知道放闪到一个不行的 甚至我觉得会有好消息的 你们可能会有那种 想要孩子啊 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说不定有好消息哦 OK 蛮被眷顾的在未来七到十天哦 所以可以好好的去 计划一下未来啦 来去做一些 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生子啦 或者结婚啦 等等哦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可以 就是有真的有这种 往前更棒更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那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分手锻炼的群组哦 分手锻炼群组 主向Ace of Pentacles 这张牌 我觉得有复联复合的机会 都有 而且对方这一次 应该是想要认真的的 OK 想要跟你认真的交往 认真的好好的 嗯 对待你啊等等 所以四号牌组出现这个两张的话 也是 我觉得复合复联的几率也是蛮高的 在未来七到十天 而且 对方没有主动 你可以试试看主动 因为 把自己的状态打弄好 那对方也有可能 OK 因为这有可能是对方 搭乱占卜 这有可能是对方会跟你做一个联系 告白等等 回来找你之类的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四号牌组 你们的感情运超好的 My goodness OK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的 工作运的部分哦 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 工作运 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 月亮牌的逆位 OK 月亮牌通常讲的是一种 比较模糊不清的状态 那模糊不清的状态 当然它有可能逆位的牌 我们可以就讲着 公开明朗化了 不会模糊不安了 那月亮也有可能讲的是 一些恐惧感啦 或者是什么 那也有可能就是 没有恐惧了 勇敢的会去往前走啦 会去做出一些决定啦 等等的 那但是这也有可能是 出现一些delay 持续的 模糊的状态啦 或者是更加的模糊 更加的不安 更恐惧感 更加的加深哦 在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的上面 所以大家 你们自己对应看看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哦 是一个越来越 好像比较好一点的状态呢 或者是就是蛮两极化的 OK 未来七到十天 月亮这张牌 我看一下啊 它通常是跟 OK 塔罗牌是跟双宇座有关 但是月亮通常也会跟巨蟹有关 所以我觉得家庭的部分 也有可能是你的这个 家人 家庭方面呢 会可能有点拖你后腿啊 那种感觉 因为你要照 也不能这样讲到团里后的 就是 你可能要照顾家人啊 或家人有出现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你有点那种 蜡烛两头烧的那种感觉 就是还蛮多事的 多事之秋哦 那 所以工作上面我觉得 一切都 我其实感觉 即使它是逆味 我都还是感觉 混沌跟不明朗化的状态 会比较明显比较多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知道 某一个什么事情啦 或者是想要突破一些状态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可能还没有办法 还是会比较处于在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 然后如果你现在想要转职啊 或者是什么的话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动作 因为也许现 或者是说你现在还有很多的恐惧 如果我真的相信就是 如果你的决定是经由恐惧去做出来的一些决定的话 通常你都会大后悔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会认为如果要做任何的决定 其实都也不太适合 OK 如果你要签约啊 或什么的 可能都看看可不可以push一下 拖一下 好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正在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也还是是一种不太明朗化的状态 那我觉得你会内心里面会充满了非常多恐惧跟不安 有可能比如说因为钱越来越少啦 你要怎么样子生活啦 但是对方也都没有给你一些回音 也会让你就是真的是 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 恐惧感吧 OK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双宇宙的话 或者是我们就看这一副牌 它很多东西都是两个方向的 你看这有太阳加月亮有没有 然后这个也是两个塔牌 然后两个这个动物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多选择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要真正做什么决定的话 先还不要做什么决定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找工作的话 多方发展或多方的去投递 你不要只是只是就是 决定啊我就是只要这一个走这一条路或什么 我只是找这样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行业啊 或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多是不同的 OK 然后如果真的有人回音的话 我觉得未来桥十天也是 你可以再多想一想看 你看 好 那如果你现在是还是这个学生的话 OK 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 未来桥十天呢 这一张牌我觉得会有蛮多恐惧 或者是你头脑可能会有一点不轻啦 所以如果你要考试啊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记得要就是睡 睡好 睡饱 吃好吃饱 然后呢 尽量让你的这种混沌感降低 OK 然后如果你有很多恐惧感啊 不安感的话 那这个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如果是学生你要去考试或者是跟什么有关 你当然一定就是 你要准备的够好 准备的够多 可以我觉得可以降低这样子的不安跟恐惧感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移除的 但是你可以去多做一些准备多做一些其他的努力来降低这样子的一些感受跟感觉哦 那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些消息的话 第一个没有出现大牌 但工作运跟财运都出现大牌啊 我觉得财运跟工作运可能都还蛮重大的一些转折点哦 所以未来翘10天其实可能还蛮重要的 所以真的重大决定先可能可以先暂缓或多想一下 多想清楚一点 财运的部分还不错 我应该出现的是这个星星牌哦 那通常星星牌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是美梦成真啦 或什么的 那这是水瓶座 所以第一个 你的思维可能要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然后你 我觉得你要可以多多多接受一些新的 新的知识 新的一些理财的方法等等 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要投资 我觉得可以适合投资 那你要投资投资什么呢 投资海外的东西啦 投资 我所谓的海外就是看你 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哪里 跟你住的地方的其他的地方 就算是国外海外 right 或者是跟科技有关的东西 都还蛮适合做你的投资标的物 那这个的话 通常因为是水瓶座 它也是跟networking有关 ok 去跟人家建立人脉啊 或什么的 所以你的人脉也算是钱脉的一种 所以呢 你应该要多出去建立一些人脉 多认识一些人 多参加一些聚会 或者是没有聚会 多参加一些什么团体啦 同好会啦 right 我觉得对你会是有帮助的 ok 然后呢 上网去那种 跟网那种网剧 网络上面的朋友去多交流啦 什么这些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ok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交友软体是 你的目的不是为了 谈恋爱的 你的目的是为了交朋友的 ok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 你样子的一个 这种方式去扩展你的交友圈呢 我觉得对你的财运会非常的好 然后 我看一下喔 财运人脉networking 有没有会不会 会不会 这叫什么 会不会那个 破财 ok 会不会有破财的可能性 我觉得还ok 星星牌真的是一张 还蛮好的牌 是一张疗愈的牌 所以我 如果你之前真的有一些不好的投资经验啦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财运上面 现在有一些些 终于稳定下来的话 这张牌也代表疗愈喔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也有可能让你先缓一缓 所以根据你 大众战略 根据你之前的一些状态 看是你现在是要积极投资来去认识人 去建立人脉 去投资一些科技啦 或者是跟海外有关啊 外币啊等等这些东西有关 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比较就是你知道 财运上面有一些有些问题啊或什么的 你终于现在稳定下来了 那么现在这一段时间也许是比较适合你疗愈 先 calm down 先缓一缓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喔 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有两种状况 你们就是搭着看看咯 那破财我真的觉得还好 OK 水嘛 就是财呀 对不对 好喔 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咧 喔对了 这个我觉得你也非常适合去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多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这种好的能量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因为这个也通常代表的一些慈善的东西 去当义工啦 慈善团体啦 等等呢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会对你的财运会有帮助喔 所以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节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